Hello,大家好,我是芒果,又见面啦 你们看我这个衣服穿得跟上支视频的一模一样 因为这就是同一天拍的 然后上支视频是我在午饭前拍的 这支视频是我在午饭后拍的 其实我并不想这样,就是一天录很多个视频 因为我今天还要剪视频,我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我现在录视频这天是2月4号嘛 下一周呢,我们公司要上7天班 因为过年调休嘛 所以说下周我是没有周末的 然后下周结束之后呢,我就要回家了 所以说今天相当于是我回家前的最后一个休息日 我就想把想录的视频呢,就都赶在今天 就是赶紧录了 所以说大家不要介意 我就是跟上支视频长得一模一样 那这支视频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新购入的一些东西 就我觉得还蛮值得拿出来讲一下的 好,那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拍这支视频的原因 就是这三把刷子 这三把刷子其实是我昨天才收到的 诶,是昨天收到的吧 对,昨天才收到的 然后收到之后我就赶紧写了一下 然后今天化妆的时候我就用到这三把刷子 我发现这三把刷子真的每一把都超好用 所以说一定要赶紧来跟大家推荐一下 那这三把刷子呢,都是洛丽塔的 第一把呢,是极地的02号 它是长这样子一个斜角的修容刷 就是它是比较大,比较扁 就是你看它这个切面是比较宽的,比较厚的 刷修容的时候你就这样刷 就非常非常的好刷 以前的斜角修容刷呢 都是大概只有这个三分之二大 因为我修容的面积其实是比较大的 我不光要修颧骨下方这里 包括连着我这个下额骨这边 我都会修容 像这里看看觉得好黑啊这一坨 其实没有啊 这种大一点的刷子呢 就可能非常好的刷到我这个线条 你刷这个额头的时候也就这样 扫两下就可以做到额头的修容 所以说这把刷子真的非常实用 但是缺点呢就是可能我刚买过来 所以有轻微的小小的掉毛 这个小缺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这个刷毛特别软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刷毛真的非常非常软 我觉得完全不输大牌 而且它这个刷子的质感跟配色 我都觉得非常的高级 我这把刷子呢是搭配我最近新买的一个修容 就是Cabinacoin的这个median 我自己的肤色其实是属于那种健康的肤色嘛 不像很多就网上那儿不住那种 真的很白很白 我网上很多大热的那种推荐的修容粉 像Inglot的那个505 我用来修脸部就几乎看不出来 就是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轻微的那种 像之前K-Mate推荐的那个 Physicians Formula的那个Butter Bronzer 我用也是 就你刷了跟没刷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我才会去买这个Cabinacoin的这个median 我觉得它活确实有它活的理由啦 它这个显色度确实是蛮棒的 所以说你下手呢就是要轻 然后它这个色号属于那种灰棕色吧 哇你们看我这个手上的血管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太冷了 所以我手上就感觉清金爆起的感觉 我的使用方法就这样 这样站两下 然后你看就够你刷一边了 然后你再这样轻轻的这样子刷两下 然后带到下颗虎就OK了 然后你们看我今天的修容也没有说很重吧 这个修容其实是很显色的 但是用它刷上脸就是很自然 这边看着有点深是因为这边光线的原因 这个是极地的06号 不知道你们这样能不能看清 是这种稍微有一点点平头的这种像点压刷吧 我是用它来扫腮红的 你们这样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刷子的刷毛有多软 就是像清风拂面一样 因为它这种刷毛又比较长嘛 所以说它受力的时候刷在脸上特别的轻柔 不过它因为是羊毛刷 所以说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羊山味 我自己比较奇怪 我是很喜欢闻羊山味 当然也不是说很喜欢嘛 就我觉得羊山味其实有一点点那种奶奶的那种香味 就是那种奶香味 所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 多洗几色的话这个味道应该会更淡 因为我这个才闲一次嘛 然后我今天是用它来刷腮红 它很适合上那种比较显色一点的腮红 如果用那种取粉力比较强的刷子会很容易失手 这把刷子呢虽然它取粉力也是蛮强的 但是因为它这个上色就特别的轻 所以你很好晕染开 第三把刷子呢就是这个空山星雨的06号 这把刷子刷型还蛮特别的 它是一个这种斜头的刷子 我用它呢是用来做眼下的定妆 就因为我眼下很容易脱妆很容易卡粉 你们在我上支get ready with me的时候应该也有看到 然后当时我用到的是elf的一个那种小刷子 其实当时已经开始找新刷子了 那这把刷子就是我找到的elf的那个替代款 这两把刷子的刷型其实不一样 这个其实更适合定眼下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混油皮 然后有脱妆的烦恼 或者你也是有局部定妆的这种习惯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们去尝试一下这把刷子 真的用来局部定妆 太完美了 你们看这个角度 所以这把刷子也是强烈推荐 我今天的腮红呢 其实是我就是也是昨天才收到的 今天这个妆其实就是一个试用妆了 我今天用到的腮红是这个NARS的Sax Appeal NARS家的腮红应该是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了像orgasm 像Sax Appeal还有像Deep Throat Deep Throat其实我也有买一个小样 我还没有来得及用 我今天先用了这个Sax Appeal 因为我今天的眼妆 其实画的算是比较浓的 然后唇妆也是比较浓的 所以说我的脸颊 就是我的腮红呢 就选了一个比较淡一点的颜色 到时候会把我买分装的这个店名 打在下面 然后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这个店 它这个压盘其实压得很精致 很精致 它旁边这些非粉 是因为我今天用那个刷子占取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刷子占取这个腮红 然后就是绝配 然后整个刷面都可以均匀的占到粉 就这样锁进去 然后扫在脸颊上 这两个搭配简直太完美了 它这个分装的包装 都是做的这种卡扣的 是不是很精致 我买的这个是0.3克的 然后它背面还有这个店主自制的标签 上面写着它的色号 它的品牌 它的客重 其实我之前以为 这个NARS的Sax Appeal 是比较适合白皮的 因为我怕它在 像我这样的黄皮身上 就不是很显色嘛 但是你看它在我手上 能看出一点点淡淡的粉色 但是你刷在脸上呢 就是我今天这样一个 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肉粉色 所以说就算是我这样的黄皮 自然皮 黄二白 都可以完全的hold住 NARS这个Sax Appeal 然后我今天用过一次之后 我很想去入它的症状 然后Orgazum呢 其实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 我在网购的时候 有收到过一个那种 它家那个腮红的一个 小小小小的小样 它就是一个纸片上面 然后附了一层腮红粉 因为我觉得这个色号 实在是太火了 我之前其实很想要去买 但是呢 我那天试了一下 那个小样 我就觉得 不是很适合我 就是我上年了以后 就显得很俗气 就有这种像猴屁股一样的 那种感觉 知道吗 我的妆容的重点 一般都会放在眼妆 或者是唇妆 我很少会把腮红打得 那么那么的抢眼 它属于那种桃红色了 我觉得 而且它那里面 有很多的金闪 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那种 里面有太多金闪的 那个腮红 所以说那次试了一下 那个小样之后呢 我就对 Orgasm彻底就是拔草了 然后我这次呢 又买了一个 它家这个Deepthrow 这个分装 你们看这个压盘压的 它甚至有压到 那个NARS的那个logo 在上面 你们能看到吗 这一盒呢 我是买了0.6颗 所以说它就用了 这种翻盖的盒子装 然后它背面也是一样 有NARS的这个logo 还有它的色号 但是Deepthrow我还没有试过 到时候试过之后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感 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真的只是我纯粹的 go分享 那同样是它家分装 我还买了这个 这个是滋生堂 特别特别火的 那个高光 我买的这个是WT905 就你看上去就是一个 白白的粉 像一盒眼影粉一样 然后你看它这个压牌上面 甚至有压一些 新型的花纹 就很像那个 爱丽小屋的那个 单色眼影的那种花纹 这个高光其实也已经火了 很久很久了 然后是很多人的Holy Grail 就是最爱吧 就是这个高光 说用来打鼻梁 虽然我特别好 但是我今天有用它打鼻梁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特别特殊的效果 不过可能是因为 我的高光刷没有用 对 因为我今天用了一个 那种眼影的刷子来刷它 我觉得好像不太合适 就下次得要换一把刷子 去刷它才行 可能我还要再多试用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使用感 刚刚忘记讲了 这个我买的是0.5克的 同样的高光我还买了这个 这个是Laura Mercier的那个高光粉 它也是有那个爱心的压纹在上面 那我今天呢有试它 但是因为今天光线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说 就拍不到我脸上的这个高光 其实现在我看我脸上的高光 是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那种高光 而且它是我目前为止用到的高光里面 最不显毛孔的 我觉得它甚至比Colourpop那种土豆泥质地的高光 都还要细腻都还要细致 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它这个色号呢 是一个种香槟色 也很适合我们黄皮时钟 讲完刚刚那些分装了以后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很爱用的眼影盘 就是这个Vinor's Marble的这个大理石盘 它这边是有一个镜子的 所以说出门鞋带是很方便的 然后里面的颜色就长这样 这块盘其实已经火了很久很久了 所以说我现在再来推荐 也不是很新奇了 我从买了它以后 我就每天都很想要用它的一款 我今天用到的是这个米色打底 然后这个棕色加深眼窝 最后再叠加了一个这个深棕色 有点像巧克力色的这种感觉 眼头呢 我有用到这个Honeymoon来提亮 买这个盘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这个Dust Rose 烟熏玫瑰色吗 就我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戳我 我觉得它里面的这几个珠光色做的很出色 最喜欢的是这个 She Young 这盘我就是看了小猪姐姐的视频 我非常爱看小猪姐姐的化妆这类的视频 我觉得它的妆容都很细致 然后每一个妆容真的都不一样 当然主要还是靠脸好看 但它技术也真的非常到位 然后它当时用这个盘化了很多个眼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它的视频 那我这里就不搬门动服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只是想说 我看它的视频种了这个草之后 我是不后悔买它的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亚光色稍微有一点点小飞粉 但是我其实不太建议飞粉这件事 我上支视频说要给大家重新推荐一个睫毛膏 因为之前的那个睫毛膏 第一个是它不太好买 第二个是我已经用了三个月了 这个睫毛膏也是从英国带回来的 不过这个就好买很多了 因为这个是之前很火的美宝莲的那个lash sensational 我跟美宝莲的睫毛膏就是八字特别和 就是它加这种橡胶的刷头很多人不喜欢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 前面是尖尖的后面是肥肥的这种刷头 就很好的可以照顾到你眼头的那个睫毛 细看的话你能发现就是它上面的这个刷尺是比较长的 下面的刷尺呢是比较短的 那我一般会用上面的就是这样子去刷那个上睫毛 下睫毛呢我就不用它了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我的下睫毛非常难刷 像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刷头是很难刷到我的下睫毛的 肯定会糊的我下面到处都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人的睫毛跟欧洲人的长得不一样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Tati那么喜欢欧莱雅的那个lash paradise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哪里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阴版的跟美版的不一样 因为我之前有用过那个欧莱雅的lash paradise 那个刷头我真的不能理解 又粗又肥又大 而且它的刷头是那种形状的 就很像一个那种古代的玉席你知道吗 就皇帝枕的那种枕头就是玉席的那种形状 它是中间系两边粗 就是怎么刷睫毛我真的不能理解 然后呢就是几个护肤品 但是护肤品这个东西你们知道的 就是比较难出使用感 所以说我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最近在用的几个护肤品 那一个呢是塞贝格的这个维C粉 里面就都是这种粉 我用了大概有个三四次的样子吧 每次我就用一点 因为你用太多就很容易飞的到处都是 因为它这个维C粉真的非常非常的细 就是很像你把散粉倒在手上的那种感觉 知道吗 然后我用它呢是混合那个 The Ordinary的那个维C金发 它的这个使用说明呢有说 就你可以混合其他的精华类的产品来使用 你甚至可以把它叠加在面霜里 我觉得也是OK的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 是真的有人说我最近变白了 就我大概是隔一天用一次嘛 然后是晚上的时候用 因为这种维C的产品我不太敢在白天用 因为它不太能够就是接触阳光嘛 它用了三四次 但是真的有人说我变白了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错觉 还是光线问题还是什么的 反正我会坚持用下去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三样宝拉甄选的东西 其实宝拉这个牌子呢 我从很早很早就有印象了 然后我对这个牌子的印象一直都不错 然后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它家这个水氧酸精华 其实我之前有就是买过一个 跟这个一模一样 连大小都一模一样的一个水氧酸精华 然后我这个浓度是2%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呢 是大学的时候嘛 那个时候其实对护肤就不太了解 还是那种小白你知道吗 就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精华 就因为它这个就是水状的嘛 挤出来以后就跟化妆水一样 然后我就以为是化妆水 我就每天都化妆水一样 就拍脸上用那种 当年这个精华大火的时候 网上就有很多人说什么 能够去黑头 能够伸毛孔 然后各种各样 就是神乎其神的那种 就都有嘛 然后我当时热上来以后 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啊 没有什么变化啊 我感觉跟以前一样啊 而且我当时这个精华 就是我天天用你知道吗 我就是当成那个拍爽口水一样 还好我是城墙皮 不是敏感皮 要不然我觉得我这脸早就烂了 我想说再来尝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当年你连使用方法都错了 对吧 所以说我就想再给它一次机会 好那我这个大概用了也有一个四五次了吧 我现在的用法呢就是隔天使用 也是晚上用 因为你用了水和酸精华以后皮肤会比较容易干 所以我早上的话不太敢用它 会把它倒在那个化妆棉上 然后去重点敷一下我毛孔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 像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呢 我就不会去管它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生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反正我用了这四五次以来吧 我觉得它对我的毛孔还是没有改善 不过毛孔这个东西本来你就很难通过护肤品跟保养品去改善它 除非你是用医美的手段 但是呢它有给我两个惊喜 第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 我就是生理期的时候容易长痘嘛 然后那段时间呢我这个额头就起了很 起了大概有四五个那个痘 你们现在可能还能看到一两个一个吧 当时呢我就特别着急 因为我想就这四五个痘痘 这么大一片要是都冒出来了 那我这个额头还能要吗对吧 那天我刚好就收到了这个水洋酸精华 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就用了一下 特别神奇真的特别神奇 第二天我这边的痘痘就全都削了 就是瘪了 然后你碰它稍微还有一丢丢的疼 再坚持用了一天 当时是我是连续用了两天 因为我觉得就这个痘痘我希望它快点削嘛 所以我就连续用了两天 所以说对我来说它削痘痘的这个功效真的是一级棒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皮肤耐受度比较好的 所以说我用它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起痘痘啊 红肿啊什么的 它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这个眼下会有一些小颗粒 就是有点像闭口一样的那种 然后用了它以后呢我觉得稍微有一些改善 我现在化了妆你们应该看不太出来 我还不太确定它能够能不能够完全帮我把这些 就是小颗粒消除掉 所以说我会接着使用它 然后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也会及时告诉大家 第二个呢就是宝拉的这个适黄醇精华素 然后我的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小样一样的 它只有五毫升 就是可以抗皱索水 然后还可以避免干纹细纹 就听起来其实对我来说是挺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的眼下这边会有一些细纹 我觉得是因为我太经常笑了你知道吗 就你们可能在视频中看不出来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真的 我太经常笑了 所以说就很容易有这些表情纹啊细纹啊眼下这些 然后我现在用了大概有个三次了 它的那个使用说明上面写的是 一开始的一周只能使用一次 然后你慢慢的去增加使用次数 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泛红刺痛脱皮等 但是我想说就我用了它以后完全没有任何不适 我主要是涂在就眼下这边 包括脸颊然后法令纹这边 这个表情纹这里 就我目前就用的三次来看 还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 所以说我也要继续使用以后 再来告诉大家 最后一样东西也是宝拉的 是它家这个绿鼻涕洁面 它其实不叫绿鼻涕洁面 它是叫大地之源洁面凝胶 它这个长得就很像一个洗霸水 你们不觉得吗 这个洗面奶真的是厉害了 它有200毫升 我觉得应该是洗面奶中的战斗机了 这么大一瓶 透明的这种凝胶状的质地 它其实是属于稍微偏低泡类的 它是不含造极的 是氨基酸洁面 而且它是弱酸性的配方 所以说你每次洗完脸以后 你不仅不会觉得皮肤很干 你反而会觉得皮肤很滑 所以说这个洗面奶我是很喜欢的 你们如果最近有购买什么新的东西 有什么新草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刚刚讲那些护肤品的使用感 都是基于我自己的肤质的 不要完全依据我所说的去决定 你要不要去尝试 还是要考虑自己的肤质 那以上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